林鄭月娥又說支持放寬 被海外受訓醫生回港執業 有決心打這場仗 馬澄澄報導 建制派輪流多謝林鄭月娥從善如流 不過不是每樣都成功爭取的 包括謝偉俊多次提出 被市民提早拿強積金 政府就始終不接納 遠水不能夠近火 但是我們夠近火的時候 都要考慮它對於長遠的影響 但在這個時候去拆掉這條支柱 影響是很大的 問題不是叫你拆掉它的特首 只是輕輕鬆鬆鬆解解困而已 工商界都可以賣工商舖去套現救急的時候 為什麼市民不讓他們自己 拿去櫃桶底的小小錢去救急 我們在香港仍然有各式各樣的支援系統 可以為好像謝議員說到這麼危急 開飯都不行的情況之下 提供各式各類的支援 有場仗他就預告決心要打 我都是支持應該可以放寬 被海外受訓的醫生回來香港執業 這場仗是要打 但是希望是一個和平 沒有燒煙的仗 我很願意研究用什麼機制 令到醫務界比較相對能夠接受開放 我不會關門的 唯一一個非建制派則箱 醫學界陳沛言關注防疫漏洞 零本地確診個案 我覺得不為也非不能也 可不可以在收警入境管制措施的 執行細節上面 和豁免強制檢疫的流動 做到一步到位和滴水不漏呢 指定酒店採養的方法 這些都是決定了會執行 已經和酒店在一起聊天 讓我們整間酒店包了它 有線電視機仔馬清澈報導 有線電視機仔馬清澈報導